下午全台灣的民眾 都收到了 四封的國家級的警報 大家看到嚇死了 第一次看到飛彈來了 MISO來了 嚇到嚇到 不知道要跑哪裡 我第一時間也問大家 所以我們現在到底要去哪裡 去地下室 防空洞 還是去哪裡 不知道 這個簡訊講得很奇怪 中文告訴大家說 中國大陸在下午3點04分 發射衛星 衛星 衛星為什麼要 衛星很疏鬆平常 隨時都有發射衛星 但是英文又寫MISO 說是飛彈 Fly over Taiwan 叫大家要注意一下 後來又發說 如果掉東西下來 趕快聯絡警銷單位 打119報警 報警察跟消防單位 但是中國大陸官方公布的 衛星發射的路徑 你可以看出來 完全沒有出現在台灣的 領空上面 所以他到底要怎麼碎片掉下來 因為林俊憲還講說 有一顆超大的比好幾個人大 好幾顆的碎片會掉下來 所以要通知你 不是亂發 但很奇怪 發也就算了 為什麼要發四封 四封的這個國家級警報 以及這一次包括國防部 剛剛已經道歉了 他說他們把衛星 誤寫成MISO 寫成飛彈 鄭重的跟全國人民道歉 那國防部跟蔡總統剛剛都講了 他其實是在大氣層 可是上一次美國的議長 佩洛西來的時候 不是告訴我們 就算是打飛彈 但是他只要是在大氣層 就是領空 就不是我們的領空 所以就不用跟大家講 這一次大家記得嗎 這是民進黨做的 中共的飛彈進到大氣層 就不屬於任何國家的領空 所以就不用發警報 那更妙的是 陳建仁還狀況外 在立法院跟民進黨立委 一問一答的時候 他還說收到簡訊 是中國發射了飛彈 然後他說威脅都在 確實都在 後來陳建仁公開承認他口誤 他也是說他看錯了 那蔡英文更妙的是 他在參加造勢活動 他說沒關係 總統在這裡 總統在這一個地方 好啦 那現在其實有人去爬出來 兩天前中國大陸的媒體 就已經預告了這個衛星的發射 然後聽說明天也有 後天還有 賴清德還告訴大家 民眾有知的權利 可是盧秀燕就擔心 你這樣子搞 為了選舉搞這一招 那下一次真的飛彈來了 狼來了 大家會反而該躲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躲 請教兵哥 我覺得今天下午 真的很多人都被嚇到 而且你發一通也就算了 發個沒完 一直想 我那時候剛好錄完另外一個節目 整間辦公室全部都在想 你這樣是幹嘛 如果他正在開車 或是正在騎車 會不會摔車 對啊 那個都被你嚇到 因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如果急於要看的話 會不會因為這樣撞車 你們都沒想到會產生什麼後果嗎 然後他們現在說 沒有啦 因為是中國大陸發射這個衛星 這個航機好像跟我們原先 預期的不一樣 所以才要緊急發射警報 那問題來了 問題是這個東西真的是突發狀況嗎 根本不是 人家去年就公布要發射這顆衛星 而且這個是多國聯合合作的一個 衛星計畫 所以是多國介入我們的選舉 我不知道可能 對啊 是這樣的意思嗎 八國聯軍介入本國選舉 台灣的選舉對全世界 重要到這種地步了 大家都要介入就是了 這到底在搞什麼 而且後來國防部道歉說沒有啦 因為這個 他們在緊急發這個簡訊的時候 忘記把那個MISO改掉 可是我告訴大家好不好 不是忘記把MISO改掉 陳建仁其實也沒有口誤 因為上面寫的就是MISO 所以他認為是飛彈很正確 但是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發射衛星 如果是衛星經過我們的大氣層上空的話 根本不是發警報的時候 我們有23種規定要發警報 其中沒有發射衛星 我們本來就是對發射飛彈 這種你才會有警報 所以他就臨時用了一個發射飛彈去發射 去做這個衛星警報 所以這根本是國家級假警報 那問題來了 你看喔 陳建仁顯然是被蒙在鼓裡 所以他是看到那個檢訣 上面寫MISO 所以我就認為是飛彈 可是蔡英文是從頭到尾都知道了 他叫大家放心 我在這邊 你想想看 他那個時候正在助講 正在拉票的時候 而且看起來 就像在南部 對 而且他為什麼這麼鎮定 這難道是蔡英文預先設計好了嗎 他有拍一張照片 說陳其邁拿東西給他看 然後旁邊的人是表情很驚訝這樣子 但是總統的頭是 表情是被頭髮遮住 看不到總統到底驚訝還是有知 那個驚訝也可以裝出來的 沒有 我是說搞不好總統的表情 是一副我早就知道了 對啊 你拿給我看幹嘛 而且你要知道現場其實 照理來講應該是跟我們一樣 現場是這種聲音大作的 因為現場很多人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 那個攝影官為什麼知道 要拍那個角度 是啊 我也覺得很奇怪 正常來講 陳其邁跟總統之間 在看什麼東西 攝影官是不可以拍的 他會抓其他人的表情 對 因為那會涉及國家機密 他不可以隨便拍的 這種東西可以拍 如果他們兩個談的是 國家大事怎麼辦 所以這個都非常非常讓人家覺得奇怪 在我看來這個更像是某種認知作戰 好像就是要告訴你 老共的威脅又來了 又有人要介入選舉 可是在我看起來 這比較像是誰在介選 是民進黨在介選 人家現在大陸那邊公路的 衛星軌跡圖 根本就沒有經過台灣 他是在我們額南比下面 下方那個地方過去 根本沒有經過台灣上空 就是照片這一張差那麼遠 除非他飛彈大都不得了 一個高雄那麼大 他不是飛彈 他就是一個衛星 我被國防部誤導了 你也被誤導了 他國防部已經道歉了 但我看到網路上面很多 1450或比較是民進黨支持者 就說這時候跳科目山來得及嗎 阿公忍不住又手癢了 我認為今天民進黨用這個奧博 是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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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過分 第一個我實在忍不住 要跟大家今天來學英文單字 衛星叫什麼叫Satellite 它S開頭的跟飛彈MISO 根本字母拼音長得沒有任何一點相似 你怎麼會搞錯呢 那衛星為什麼不必通報 因為衛星是無害 它不是攻擊性的武器 衛星是要用火箭乘載它 火箭作為它的一個動力 它往外太空把它發射上去 進入衛星的軌道 那這個探真衛星 它是要幹嘛的 它是中國大陸 這幾年積極的跟世界各國合作 他們要去探索這個宇宙的奧秘 他們要去知道說外太空到底有沒有一些訊息 有沒有一些可能可以跟地球人互動的生物 大概是這種概念的事情 那你這個根本毫無威脅力 你為什麼要發警報 可是如果是飛彈是MISO 那這是攻擊性武器 那MISO是 不是它是要在飛機器 我覺得委員聽起來就是很生氣 是因為我們選舉居然選到這種程度 我生氣的地方是 你今天發了四通簡訊 所有人都知道了 以為這件事情是真的 結果你國防部道歉各種新聞來講 很多人不會收到這個訊息 然後民進黨的心態就認為說 中國大陸沒有 這次不肯武嚇來戒選 那我們自己製造芒果乾 當國防部變成了網軍程度 你覺得國防部會犯這麼低級的錯誤 把衛星Satellite叫做MISO 英文寫成MISO可能嗎 那這件事情如果不可能 那這個他不是故意的要戒選 影響選票影響選情欺騙民眾 是為什麼 那我真的繼續要問 那民眾有這麼弱智嗎 台灣的民眾有這麼 完全不了解狀況嗎 可是如果這個資訊不夠完整的話 恐怕不是弱智的問題 就是我可能狀況外 我搞不清楚就像委員 我收到簡訊 但我不見得會看到大家的道歉 跟解釋跟澄清 會搞不清的狀況 那另外一件事情 賴清德現在被爆出 他有私生子 說有聲喉嚨 說他有一個25歲的私生子 還會有各種壞習慣 飆車賭博等等 爆料是一個David Lu的帳號 名字 身分證字號都有 還說他跟謝維州 就是謝長廷的兒子 還包括趙介佑有簽賭博益等等 不過我個人是覺得說 有點不太合無邏輯 趙介佑如果知道這麼天大的機密的話 趙介佑被關的時候 怎麼沒有拿出來 把他當出一個自保的一個法寶 那另外一個話題 是施錦中台大的民醫 他有直接在昨天發出了警訊 說他現在一屆 尤其來第一次 很多人這輩子 第一次要把票投給國民黨 因為趙紹康講 健保給付1.1元 這個太有殺傷力了 賴清德就說我們會跟進 我們來做提出更好的方案 然後他還說我來自一屆 醫界面臨的各種困難 他是最了解的 但施錦中對他的這個反應 其實不是這樣 他昨天講醫生不是 醫界不是任勞任怨的 不是做功德的 那今天立法院 大家要討論高端的這些合約 到底要不要公開 那陳建仁在立法院裡面哽咽 他說很多老人家不敢打疫苗 染疫死亡 都是因為國民黨抹黑了高端疫苗 為了政治利益使得我們國人 都不敢去打 所以他哭 誰該負責任 還有萬華事件 還好是第一線防疫人很認真 柯文哲 侯友宜做的防疫都不好 沒有辦法帶動城市的防疫工作 那衛福部長薛瑞遠說 可不可能選後公開 說要問高端 不是問我 那中研院士陳培哲他就講說 很難理解不能公開的考量 到底是什麼 因為新冠疫苗已經停產了 應該不會是商業的因素 難道是選舉因素嗎 然後現在北檢也開始偵辦 針對陳時中 吳秀梅等人在內的 開始來做有關內線交易的 這些指控 賭職罪的指控 那現在是他案在偵辦當中 請教委員 我覺得今天陳建仁的哭 真的是鱷魚的眼淚 因為很簡單 高端的那個錄音帶裡面 已經顯示了 他並沒有效果 甚至董事會都還質疑說 那沒有效怎麼辦 他說我們就增加抗原 那事實上也很多後來去查抗原的 打疫苗之後去查抗原的人 也反映高端疫苗是沒有效果的 他對身體不一定有害 可是他沒有效果 所以陳建仁你哭什麼 那些老人 他還好沒有打高端疫苗 他如果是打其他比較有效的 譬如說莫德納 譬如說BNT 譬如說AZ 他們可能受到保護 那有些老人是因為 你們一直不肯讓那個疫苗進來 所以他們還來不及打疫苗 就過世了 那你自己在疫苗上面 處理的一塌糊塗 然後你們為了護高端 讓人 置人命於不顧 那你今天哭什麼哭 那你要讓那些家屬哭死才對 所以我覺得今天在立法院 因為我們看到這種結果真的非常的痛心 那我覺得今天的檢調 也是為了平息民怨 所以現在又假裝的去調查一下高端公司 你去年就可以調查了 這個事情大家已經扯那麼久了 你今天才去搜索公司 好 那就算你搜索了 那你可不可以早點告訴我們 裡面到底有什麼貓膩 結果今天立法院炒一圈就看到 然後耀州我認為問題又來了 剛才我們講那個四封警報為什麼 時機點為什麼選在 在高端 高端 轉移高端的焦點 轉移高端 很多人認為說 他是不是轉移羅智政的問題 或者轉移賴清德私生子的問題 事實上賴清德私生子 從他選市長我就聽說過了 我認為在這個時候 根本無法影響選情 可是高端會影響選情 所以今天立法院的開例 還是高端真的有什麼 見不得光的事情 對 高端見不得光 他們不願意公布高端的疫苗 因為連這個中研院士陳培哲 都出來講話了 對他濾營的傷害是很大的 所以這時候趕快連續連發的故意 這個漁目混珠明明是衛星 故意寫MISO 然後連續四通簡訊 就是要讓你今天的立法院 高端的焦點不見了 而且賴清德還特別講說 如果有私生子 不管是謝龍堅或者邱毅 如果拿出他的小孩來驗DNA 他就立刻提出百萬的獎金 這次跟這個獎萬不一樣 獎萬是別人跟他要DNA 賴清德是說他願意驗DNA 但是DNA報告也有在網路 也有出來 有 就有那一份 就已經有一份 因為Twitter上面那個David David錄的資料是很完整的 包括個資 名字 身分證 字號 地點 什麼都非常詳細 但賴清德說那一些都不會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他願意驗DNA 祭出百萬的這些獎金 賓高要請教一件事情 另外一個 現在因為大家有講說 什麼事情都推給中國界選 羅智政的影片 中國界選 張宏路的家裡去大陸 賺紅錢 中國界選 現在這個MISO跟衛星搞不清楚 大概也是中國界選 應該給我再幫我們亂發簡訊 會這樣懷疑 但是我覺得最扯最扯的 一般民眾最不能接受的是 新北的戈警案 很多人討論費死 他說這樣的連結 賴清德說就是中國界選 可是做這樣連結的是誰 是死者的家屬 死者家屬當中就有一名 我是反對費死的 所以把戈警案跟費死連結一起的 是家屬 還有包括我們一般民眾 直覺的感受 賴清德說你只要連結在一起 就是中國界選 國民黨現在公佈一個最新的選票 因為新北戈警案裡面有個環節 大家都知道學生 那個不良品性的學生 帶了這個所謂兇器在身上 每天都在放到書包裡面 結果范宇之前開記者會就是說 不行 不可以收學生的書包 因為有所謂人權的問題 再加上他之前疫情期間 三加十一這個事情 大家都還沒有跟他本能算帳 所以國民黨就拍了一個新的廣告 要用選票下架范宇 當然范宇說他從來沒有說 不能收書包 可是警案的狀況也滿荒唐的 這個干妹在外面被指控 警方說他到處跟人家串供 把現場目擊者用另外一支手機 跟他們講說你要怎麼講 你要怎麼講 你教他們串供 都串完了 串得乾乾淨淨了 現在因為大家罵 1月8號說把他裁定收容 來得及嗎 12月25號發生 都大半個月去了 他該處理的都已經處理完了 那台南殺警案的被害的警員 曹瑞傑的哥哥曹瑞龍 他昨天去柯文哲台南造勢 他就喊 他說這個案子審理過程中 家屬備受煎熬 後來雖然判死刑 但他問柯文哲 你上任之後你會不會執行 柯文哲說如果該執行 就要該執行 如果法規有問題 就要修法規 不能放在那邊 法規放著都不錯 侯友爺今天是簽署反廢死 不過賴清德大家都知道 怎麼問他他都不表態 金剛兵哥 賴清德就是不敢表態 因為民進黨的黨綱裡頭 就寫了廢死 所以他沒辦法表態 他違反自己的黨綱嗎 那我跟大家報告就是 剛剛軍方已經證實了 衛星根本沒有經過台灣上空 我們自己的軍方證實 總統跟院長都講的不對 國防部第一個聲明也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 這是國家級假警報 根本大家全部 整個政府都在騙人 根本沒經過台灣上空 你們發什麼警報 所以我們整個系統都出了 非常嚴重的問題 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那范雲他有沒有收過 不能收書包 他真的沒說過 但是他說什麼 他說要收書包可以 但是要兩個家長會的代表 跟一個學生代表在現場 才可以收 那請問一下 沒有 兵哥他最大的前提是 你要有合理懷疑 所以請問一下這些條件 要怎麼樣才能湊在一起 基本上就湊不在一起 所以就根本就不能收 不就是這樣子而已 而且學生還可以錄影 錄影要幹嘛 就告你 本來就是這樣子 你們做這些動作 都只是讓老師 我幹嘛要自找麻煩 我乾脆不要去碰這件事 就好了 那這一個 葛景案的這一個少女 其實他十月二十五號 葛景案發生之後 他當天晚上 就已經在發簡訊了 就已經在臉書上面 在那邊嗆聲了 就已經在那邊竄共了 然後我們的警方一直都沒反應 我們的警方也都沒有任何動作 一直到社會一直不斷地罵罵罵罵 結果他到什麼 他到一月四號才約談 一月五號才扣手機 我知道啦 警察要去過耶誕節跟跨年 你確定嗎 沒空處理這些 所以如果社會根本沒有反應的話 基本上就是丟在那個地方 你責付 責付給家長的時候 你們當然要主動關切 看這個家長到底有沒有辦法 去管束他的行為 如果他根本沒有辦法管束行為的話 你們都不怕他繼續出來犯案 你們都不怕他出來 繼續叫說別人去犯案嗎 所以我覺得我們整個體系 全部都失衡了 就跟我們發的國家級 講警報一樣 如果再放任這種情況下去 真的會完蛋 然後死刑這種東西 台灣目前就是多數人認為 不應該廢除死刑 那政府就有義務要去執行 因為這是多數民意 那民進黨為他一己之私 就是不斷地硬黨 我真的希望這次政黨輪替之後 大家能夠負其他該父的責任 大家好我是謝阿周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他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拜託拜託喔